我的女儿被判了四年 她小慧被判三年半 她没有关系的妈妈 在家里养病的妈妈被他们抓起来 也判了四年 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 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这都是江泽民一个人搞出来的 害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按照真善能做好人 有什么错啊 这是普世价值啊 但是在中国这就是现实 江泽民我肯定要控诉他的 十六年迫害法轮功 我全家我自己我本人 我自己被抓被关被劳教 我的女儿被抓无辜被抓三次了 每次都搞得生命垂危 我老头无缘无故啊 他也不是法轮功啊 但是他也被他们抓过了 让他要说出我逃在哪里 要来抓我 我先生不配合就把他抓起来 我们家受苦受难太多了 十六年了 我怎么不恐告他呢 我肯定要恐告他的 告诉大家 迫害法轮功 江泽民是元凶 是他一个人发起来的 所以最后是要造他算账的 逃冷了 他会是潜力的 曾经常没有踩好 你能不能擅ок